嘿大家好,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 節目 今天我們要聊聊我上週去香港的NFT 州嗎? 然後其中有很多的NFT 的 side event 包括Azuki, Doodles, Pudgy Penguin 還有各式各樣的元宇宙項目 裡面最大的活動就屬於 ApeFest 然後它有一個 main event 那我會來聊聊我這一次去 ApeFest 所認識到的一些人 然後最主要的我當然是去找 Azuki 社區啦 因為Azuki 算是現在我持有最多的一個 NFT 然後我今天會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過去幾個月買了上百個 Azuki 系列的 NFT 然後我背後的一些想法 好,在開始之前我要聽大家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資用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e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vice 那我們開始吧 好,大家可能知道我有一個新的錢包 叫做Mr.Block Vault 那我在這裡面就把一些我公開收的 NFT 放在這裡 那我還有自己的其他沒有公開的錢包 那主要原因是我喜歡把就是應該是我特別挑的幾個Floor 我放在這裡 然後我想要給大家可以去追蹤這整個過程 對,那整體上我現在Azuki有大概100多支 如果加上這邊32支的話 然後Beams公開裡面有103支 那我Elemento大概快要有200支吧這樣子 然後這個帳號我應該都會各買到100這樣子 那我講一下原因好了 我之前好幾個月都有講過 就是我覺得這個NFT賽道被oversold 就大家一直賣一直賣 就是你會聽到市場上面 大家都是持一個懷疑態度 就是說NFT跌95% 然後95%的NFT都沒人要這樣 我覺得那是事實 大部分NFT是沒有人要的 但是裡面有幾個NFT 是非常有價值的 而且它是一家公司 然後它有發幣的可能性 而且市場上其實有很多的 這類型的訊息是可以獲得的 再來就是NFT的這個藍籌 NFT要失敗的機會不高 那我會講一下原因 我先講一下他們的金錢 金錢的部分 NFT算是市場上面最賺錢的項目 我們可以看從Azuki系列 它每一個系列在賺的 Royalty都是上百萬上千萬美金 對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看 光這邊的Trading volume就兩億 兩萬一千四百多顆的 這個NFT 這個以太幣 然後如果我們看它的主系列 是六十萬顆的以太幣 那它的Creator Earning是5% 所以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它大概賺了多少顆的以太幣 以太幣現在大約就是一千八 你就算它兩千毫 那其實光這個系列 它就賺六七千萬美金了 對二十多億台幣這樣 然後它每一個系列都會有 這個Minting fee 像是這個Elemento是兩億台 所以它有兩萬隻的話 就四萬顆以太 那這又是差不多八千萬美金 所以以一家公司來講 它一年就賺八千萬美金 而且它團隊就幾十個人 所以你可以算出它的一個Burning rate 跟它的這個Runway 對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十年都活得下去 有點像這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它就是很Under Value 另外一個有點像是巴菲特在買 一些日本公司股票的原因 也是因為很多日本公司 大家可能知道年初巴菲特的報告裡面 就有講到就是說 Berkshire Hathaway舉債購買日本股 核心原因是它發現有很多的公司的現金 大過於它的市值 那其實Azuki有點像這樣 像我們在買Azuki的時候 它的價格大約是在六千五千多美金左右 所以它的市值就在五千萬美金 可是像我們剛才分析了 它光在營收上面就一億多美金 這還不加上他們融資 市場上傳聞是他們有融資 但不知道是融了多少 到底有沒有真的有融資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的現金是非常足夠 這就足夠給我信心去投入進去 因為我知道它不會跑路對不對 它有這麼多的機會 因為跑路這種事基本上有兩種原因 一種就是你沒錢了燒完了 第二種就是你做不下去 你沒信心了 然後可是對於Azuki這種產品 不可能跑路 因為它有錢對不對 然後第二呢它不會沒有信心 就在市場上面大家一面倒 它還是有很強的支持者 我們大概也會講到 它這個支持者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燃籌項目啊 為什麼它們這個有點 越來越接近迷因 就是在於說呢 它不會變成是 大家不想要持有的 像我覺得像Memeland的Captain 它就有點非常需要是 Utility去支撐的 對你必須要有 Captain必須要有空投代幣啊 這些這些的 但是呢這個也會對Azuki有好處 因為Azuki還沒有發代幣 所以這有空投預期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給它一個 就是加分嘛 對你現在花 我當時花五六千美金買了 大概五六十支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靠超便宜 因為我一支五千塊美金 那我預期它空投的話 因為Azuki這種籃籌協議 你空投基本上穩上大型交易所 所以那邊我基本是零風險嘛 我就知道它如果出來的話 一定會上 所以呢我覺得預期空投 如果賺四分之一我也賺 對賺一半那就更好 那全部那就更爽 對 然後呢我們如果看Captain的空投的話 就最近Memeland這個就很類似嘛 但這種我覺得它很需要 把Liquidity的地方 Utility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NFT並沒有像是 Zuki那麼的吸引人 那麼的讓人知道是什麼 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它的那個Zen 它的那個有點像奢品牌的這種 FU就很難加入進去 並不是我覺得Captain's Ball 我也買了一些的Captain's 但是我覺得Bored Ape在這邊 就做得很好嘛 就是饒舌嘻哈文化 有點像Supreme Azuki呢有點像那種 三宅一生的這種感覺 它就是符合日式的文化嘛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 就是奢侈品牌是 所有人都說不愛 但是都愛的一個東西 它是永遠都是一個Cloud 那很難被打下來 再來就是Azuki的支持者 像我如果 因為我跟Clonex Pudgy Penguin 這些深度的玩家 跟建制者都聊過 對它每一個都有他們的強項 也是為什麼他們都能 存活在這邊 那有一些呢 比如像Clonex 有點是這種Web2的大平台進來 它會有一點點的包袱 那這種呢 你要預期它空頭 就會有點難度 但是對於Azuki這種產品 以一個你認真去想 它整個從出生到現在 是很D-Gen的 它要發幣 它要繼續出NFT 都是有可能的 我認為它明年 也不會那麼快發幣 我認為它還會再出NFT 有可能再出一個 類似Elemento的東西 或長得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這麼做 讓它品牌 增加多一點資金 同時又讓大豆的 Azuki的持有者呢 獲得到一些福利 對不會像猴子 當時就做狗 然後變一猴 然後超級猴 然後發財幣 對我覺得這還是 非常有可能的 那它價值就非常低 那再來就回到 購買它的這個概念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就覺得它是undervalue 對五千萬美金 全稀釋估值當時 而且Elemento真的便宜到爆 然後Beams也便宜到爆 這每一個都已經一倍了 從我當時買的價格來看的話 那他們的這個流通性很好 像我自己很愛玩錶 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錶的流通性絕對沒有這個好 對不對 錶你要拿去 就是貴的錶了 貴的錶 如果我們說百搭肥力的話 就是你要賣 會是低一點 在你買的價格 除非你是從AD拿這樣子 那錶呢也沒辦法抵押 然後去賺利息 但阿祖可以 所以呢 對於一個買 You know 純賞龍的作品 或是李珍 朱銘 還有像是這個 草菅名聲的 我覺得買很多這些藝術品 其實藝術品有潛規則嘛 你買了五年內 可能不能賣掉之類的 然後你也不能真的是抵押 然後呢賺這個利息 但是NFT就可以 對 所以呢 那大家也知道我持有 除了NFT以外 就是DeFi 還有很多 Injil Investment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分布 然後去決定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個 很核心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能看起來 覺得市場在往上 對不對 所以會有點後悔 那我就回去跟大家講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這一整集裡面 就是你不能放棄 去了解市場 然後絕對不要是 就在FOMO的時候 才去看這個市場 要在你覺得 大家都很sad 好像很傷心 覺得很絕望 然後大家在嘲笑 這個市場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己 Good You know Good Time to look in Time to study more Right 我那時候在買阿祖的時候 很多人私訊我說 叫我放棄 叫我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不是 寫說 我被他們PUA 活動進不去 這些 但是我認真去想 我就覺得 投資這麼多年的經驗 告訴我說 要去用另外的方式 去了解這項目 所以我 最後做了什麼事情 我買了 因為我買了很多Rookie 所以我變成 算是裡面的大戶了 然後我就 參加到一些大戶的活動 去更認識一下 這些大戶在想 因為這些大戶都沒有賣 而且很多大戶花的錢 比我拖太多了好不好 就裡面的 我的好兄弟就是AK 現在是阿祖的最大戶 300兆的注意力 他大概花了好像 有1000萬美金 在這個上面 然後 Last Night 是正直鋼盟 也是大戶 對不對 然後他買的時候 好像是去年 去年8月吧 對 他還有一個精華版 這個就超級大戶了吧 這已經是 首富級了 我覺得就很明顯 這個產品有很多人支持 那這時候一定會想說 有更好的東西可以讓這些 但我跟你講 當你是那種 You know When you're a billionaire or multi-billionaire 你想要買的東西 你想要投資 因為你賺錢的方式 絕對不是靠草幣了 對於一些 multi-billionaire 他不是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認為 買這個是一個 就像我就講了 是一個高奢品牌 就是高級奢侈品牌 它是一個Zen 一個Club 但是這個Club呢 又有分等級了 對不對 就你會開始分 就是說你是買一隻 還是十隻 還是一百隻 對 他就開始有這種 但是呢 對於一些holder 和一些collector 就有像paddock一樣 對不對 當你買了 像我自己 因為我主要都是去AD買 當你買了20隻 跟只買一兩隻的人 他的那個 那個服務 跟他給你的這些是 you know entirely different 對 但你就算只買一隻 他都會 you know take care of you 就有點像我之前講過的一樣 所以呢 我覺得阿祖在這邊 就是隨著 這些大戶們 一直push他們 一直跟他們講說 要做得越來越好 他們現在活動 給的資金也變多 在各國的地方 來開始辦更多活動 這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你需要讓 只有買一隻 rolex的人 你要take care 那你同時呢 要更知道 怎麼讓你有100隻 rolex的人 或是買你 you know 這個minute repeater right 買你的perpetual calendar 買你的annual calendar 買你的那個 grand complication right 你要讓這些超複雜系列 被持有者 也感覺 you know 冰至如歸 對 所以我那天就是 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 就遇到很多這種大戶嘛 這裡面其中 有像是FLC 然後Christian Zaga Dingling 就是 還有John 然後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大戶 然後大家去聊 大家去交流 然後去了解 哇靠 真的很多人買在超高點的 但他們也沒有賣 而且我發現很多都是 猴子持有者也沒賣 所以 讓我又覺得說 哇 其實 是不是 但這邊唯一我覺得不好的地方 我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持有者 他 真的因為他不賣 所以我也買不到他的這個NFT 對 你可以看好像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大戶 你都可以從這邊看 AK 300隻 299 對 丁大 是86隻 對 基本上就是你就是 朝50隻以上 50隻基本上就是 邁入到17名了 這樣 然後那你也不需要 我覺得很多裡面的大持有者 他沒有 全部放在這裡 你看Last Night在這裡 就是101隻 很多他們沒有 就是 把他全部在一個帳號 那有一些 像我現在就是組一個帳號 把他 放到上面 就是讓他 有名稱在上面 可以比較好做 像這個Mr.Blackball 對 我就是 有一個 然後把他用上去 那你也可以有幾個是 比較私密的錢包 這樣子 但核心來講 你看 50 26個以上 就是0.6% 這樣 最稀有的 這個稀有者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是把這整個 Club 越做越好 對 那回去我剛剛講 我就覺得 NFT市場 You know It's the hottest market 你可以看 就是基本上整個賽道 就是分Defi NFT Infrastructure 然後Ordino 就是Bitcoin賽道 然後在公鏈賽道 那NFT is so big so big yeah 好了 那我這一集就講到這裡了 因為我們剛剛離開了 這個香港的活動 然後 另外也聊到一些東西 就是我現在戴了這個帽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 Mochaverse的帽子 然後呢 也去認識了這個 Mochaverse 是Animocha 要做的這個元宇宙 然後呢 有點類似Memeland的感覺 然後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我之後會再拍一集講 然後呢 我今天還在拍一集 講一下 啊 這個 這個我大概讓小編 把這影片放大 就是呢 帝安的Web3錢包 這讓我覺得一件事情 帝安 最近真的在學OK 而且代表OK做的事情是正確 OKX Wallet 帶了超多量過去 因為他基本上告訴大家說 很多人想用Web3 只是想要有一個品牌帶著他們 所以OKX出了一個 這其實大家可能覺得說 那你早就可以用MetaMask 早就可以用Trust Wallet 早就可以用Zero 錯 他們想要有一個品牌帶著 所以帝安現在出了這個 你變成是不需要有交易所賬號 你就能用 這個體驗就不一樣了 對 好了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 希望大家有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我們這幾天也會再來介紹一下 Ordino跟BRC20 我知道很多人每次都講說 我在講Ordino的時候會把 Ordino跟BRC20把它混著講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Ordino跟BRC20 大家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就有點像我們在講 NFT跟 ERC20 NFT也是一種代幣 ERC20也是一種代幣 它每一個都是不同的方式去寫的合約 所以說有時候講很快會有點混淆 主要核心原因是要告訴大家這個故事 大家如果要很細就要自己去多學習 我覺得我的節目就是這樣 我很快 所以我就覺得適合講的東西就把它拋出來 但是絕對不會講太細 你要細的你真的就是要花時間去研究 對 那就有點像我買了Ordino一樣 我當時就覺得 媽的 500個東西 我當時看到誰有10個 然後後來也有20個 我想說太多 那我就選最貴的那就Ordino了 有點像我在選NFT 真的很多人叫我鬆的NFT 就是三不五時叫我買這買那 那我後來就覺得算了 猴子已經發幣了 第二個我覺得最大的就Azu了 對 因為猴子把Punk買去了 他不可能再幫Punk發幣了 猴子也把MeeBee買 不然MeeBee我有70多隻 那MeeBee就是不可能發幣了 你要富能它也很難 那我就覺得那就是Azu了 沒別的選擇了 Right Azu 這樣你看過去的4小時114 這裡面可能有20隻是我買的 對 但anyway 我覺得是這樣子 D God還有像是Clone X Clone X我覺得包袱太重發表幣 Captain已經發幣了 Pudgy Penguin基本 我覺得他一定會發幣了 但是就看你們喜不喜歡他這個設計 這社區也是很可愛 曾經也真的是疊很多 那在熊市的時候呢 他是一直往上成長了 對 但是我不喜歡Pudgy的設計 然後所以我沒買 然後D God D God就像王陽明啊 這些人都有持有 他最近也是疊很多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適合去持有的東西 對 因為他現在也是低於1億美金 然後社區也是比較龐大 然後整體量也很少 因為我喜歡持有至少0.5%到1%的量 所以我會去用那樣子的算法 那其實這個就 當然你花50萬有沒有辦法全買到 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一買就起來 所以買這種東西還是有點靠技巧 就是你什麼時候收一些 什麼時候收一些這樣子 對 那我收的方式就是放Bidding了 對 你看這個4800的時候 哇靠 超便宜 My God 好啦 就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集就來講一下 Bidding的Web3錢包 Alright 記得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金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vice 然後記得我們年底的時候 12月12號 會辦一個區塊先生的線下活動 Curve Site Event 然後我們也有個Hackathon 那現在已經有三四隊參加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參加 記得DM我們 那因為這活動很小 所以我們獎金就差不多是 一萬五到三萬美金左右 那你想參加就趕快DM我們 我們會出一些題目 因為 當然我得講 現在參加的幾隊都蠻強的 產品都有 所以 但我還是覺得可以來參加 因為反正我們會分 三到五個題目來做 這樣子 然後 我還叫小編趕快抽 真的我們小編太偷懶了 要把票抽出來 Alright 下一集見 Bye Bye